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入分析 今日我最重要来看开发事业第二春 下班进修吹气球 一个月可以赚进12到15万元台并 好 马上就准备要过年了 不少的婆婆妈妈开始在享年菜料理怎么做 不过食安危机搞得人心惶惶 那么究竟食材该怎么选择 才能够让这个家人们吃得既安心 又能够不发胖呢 再待会我们的财经旺交点单元 特地请到了营养师谢宜芳 为您做深入介绍 首先带您来看今天全球股市 美股在这个星期将进入财报中 企业要陆续发表去年第四季财报 有多家企业发布获利警讯 因此市场观望的气氛弥漫 高雄工业指数最后下跌了179点 收在16257.94点 纳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也是超过了1% 欧洲股市在星期二开盘 也是一片黑压压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英国 德国 法国三大指数都是下跌 亚洲股市方面呢 因为日元走强 再加上美国就业市场不如预期的表现 重挫华尔街股市 这也使得日本股市受到了拖累 在今天收盘时重挫了489.66点 跌幅超过3% 至于韩国股市呢是下跌了2.85点 港股也是下跌作收 另外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的新谷海峡指数 印度股市都是下错 那么马来西亚则是因为 莫罕莫德先知诞辰而休市一天 好我们来看今天大陆股市方面表现不一样了 固执早盘再度考验2000点关口支撑 随后在两桶油等暴力哥互盘带动之下 坚守2000点 并且出现震荡回升 中场上证指数收在2026.84点 上涨了17.28点 那么上海A股上涨了18.07点 好来看今天台湾股市方面 则是下跌了18点 收在8548点 大陆进入了地方两会密集召开期 批准当地政府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GDP成长预期目标 财政收支预算等等 目前有许多的省区都下调了 2014年GDP成长预期的目标 根据三中全会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任务 在中央领导层强力的要求之下 可预期地方将一扫盲目冲刺GDP的旧思维 以下调GDP兼顾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开春延续了去年的涨势 在13号这天上涨了58个基点 来到6.0950元的价位 创下2014年以来第一个会改新高 不过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商和大陆民众来说 却是噩梦的开始 根据统计在人民币升值这段期间 大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均上涨3.1% 人民币呈现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情况 那么另外呢也导致了出口商品价格在海外市场攀升 影响了大陆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 大陆个人对个人贷款P2P贷款的业者陷入了近期的寒冬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大陆几十个近年来兴起的P2P贷款网站已经关闭 这凸显出大陆小额借贷产业随着经济成长放慢 还有货币收紧而遭遇到困难 不过大陆官方将开始出手整治P2P贷款产业 明确划出P2P业务经营红线 确保P2P贷款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 不得归集资金搞资金池 不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更不得实施集资诈骗 大陆福建有一位女清洁工在擦窗户的时候 她把存了大半年准备要带回家过年的6000块钱钞票摆在身上 结果一个不小心签掉出来 她非常着急地下楼去捡 结果只捡回了300块钱 后来透过警方还有媒体的呼吁 结果爱心源源不断 各方涌入高达11万元的捐款 熊阿姨当时把6000块钱放在随身的布袋里 想不到在8楼擦窗户的时候 袋子里的钱掉出来被风吹走 只找回300块 以前都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好像那时候才有 存了大半年准备过年带回重庆老家 给孩子的生活费全没了 找来警察帮忙也找不回那6000块 警方因此请媒体帮忙 呼吁捡到钱的人能够如数归还 想不到一时之间从各方打进来上百通热心捐款的电话 有的人甚至刻意撒谎也要捐钱 好心民众的乐捐让警方应接不暇 记者采访的时候还有电话进来 想不到几天下来 乐捐的款项暴增到11万人民币 熊阿姨既感激又惶恐要求大家不要再捐了 记者探访他住的地方小小三平非常简陋 他感激各方善心人士帮他找回了6000块 至于多出来的捐款 他决定带回去捐给重庆老家的学校 记者戴绿综合报道 日币贬值夏蒙耀日股持续看涨 热钱涌入的金额更创下了将近33周以来的流入新高 反观美股因为进入了财报周 面临企业获利减失的变数 买气趋于观望 近期日元因为内外部环境改变走贬 而市场预期 日本政府为了降低美债规模缩减 与调高消费税等经济的冲击之下 有机会再扩大宽松 专家预估日本股市在资金和企业获利双重利多之下 在今年依然渴望延续着去年的涨势 持续看好日股 过年就要到了那么很多人要趁机换个工作 但是除了履历之外 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在招募人才的时候 会请应征者玩线上游戏 不过这些游戏当然是有设计过的 这是要借由测试出求职者的性格与特质 来看一看究竟是不是和他所应征的工作 线上游戏紧张刺激 反应要快还得足智多谋 美国人力银行业者也开发出最新电玩 用途很特别 要来借此测试求职者是否适合应征的工作 举例来说 在这个游戏应征者要看一连串的照片 选择图片中人物的情绪 雇主可判断求职者是否具有投机性格 另外这个游戏则是在测试反应速度 CNN记者也亲自试玩 其他项是对细节的重视程度 以及情绪管理等性格和能力 都会透过玩游戏的过程展现出来 包括顾问和金融业等 美国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 将玩线上游戏纳入人才招募的流程中 甚至还有公司请出顶尖业务玩游戏 将数据建档后再雇用结果类似的新人 就是为了要寻找最佳人才 但心理专家表示 这种求财方式对年纪较长或不玩电玩的求职者可能不公平 招揽特质过于接近的人才 也恐不利于公司多元发展 台股在1月6号开放现股当冲之后 成交量就温和的放大 回到了千亿元台币大关 台股指数呢 也来到了将近两年多来的新高 而反观陆股 在重启新股发行IPO冲击大于市场预期之下 引发了市场恐慌 上证指数2000点的关卡岌岌可为 大陆证监会击搬了三条新规定 减低IPO重开闸 对于股市的冲击力道 减见监管阶层互盘心切 投资人也不用太过于悲观 全球第一大指数公司 标普道琼指数公司 S&P Dow Jones看好台股的潜力 主动和台湾证交所 接洽核边具有高收益 低波动度的成分股指数 那么根据了解 双方渴望在这个月的27号签约 并且宣布核边指数正式诞生 台湾证交所与标普道琼 共同编制高收益 低波动指数之后 将作为ETF的商品的追踪标的 那么高收益低波动指数的特色 就是兼具高报酬低波动等特性 对于以追求稳定报酬的退休基金 非常的具有吸引力 并且也将成为未来国内退休基金 委外代操重要绩效的衡量指标 台湾经济评比大有进步 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 在今天公布了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 台湾的排名在178个国家地区当中 从去年的第20名上升到17名 包括经贸投资和金融自由度 都有明显提高 成绩超越了日本南韩 香港还有新加坡 则是蝉联冠亚军 好 继续我们带您来关心的呢 则是在台湾啊 景气好像回温了 有一连串的加薪潮出现 比方说像行李箱制造商 万国通路 这次加薪的幅度是15% 那么另外呢 像是原百网品统一都有加薪 金融业方面也不错 平均上看5%的幅度 连电子科技业 比方说亏损连连的宏击 在今年4月1号也会调薪 交调收边再将两面行李箱可组装 每个边角都需要员工仔细检查 行李箱制造商万国通路 细节不麻糊 成了全球最大制造商 去年营收创新高高达33亿元 当然老板加薪不手软 最高调薪15% 每一季我们都会做员工讨核 针对比较优秀的员工呢 我们今年会做10%至15的调薪动作 员工绩效好 也让万国加薪幅度限上旁人 不传产今年景气似乎回春 像是王平调薪4.5% 圆白统一都有3%以上的调幅 银行行员也是加薪俱乐部的会员之一 台新机调薪3到5% 公股银行华南到合库 都有2到3%的空间 真的是金饭碗 就连先前大韩景气差的科技业 IC晶片设计群联 加薪最高上开20% 亏损的鸿基4月1号也要调薪 第二年所以加蛮多 加个20%有吧 今年有加薪吗 有 景气慢慢回温 老板薪水多少调一点 也让员工过好年 记者赖关章 阿共姚麦 陈宇山台北台南采访报道 说到了鸿基这个品牌 展开第三度的改造 动向当然是备受瞩目 新任执行长陈俊胜和董事长 施政荣举行了媒体见面会 两个人一同穿上了粉色Acer衬衫 宣布鸿基今年没有绩效奖金 但是会针对中基层的员工加薪 营运中心都将以自建云为主 未来将不只是以销售硬体产品 希望能够朝着整合软体和服务的方向迈进 不约而同穿上粉红色Acer衬衫 宏基新任执行长陈俊胜 与宏基董事长石建荣首队与媒体见面 酝酿已久的改革计划终于正式公开 幽默讲话夹杂英文 扛起近40年老牌宏基的改革中任 陈君胜始终自信 他是半导体业资深战将行销好手 今年52岁是前intel全球销售与营销副总 前台积电全球业务竟行销资深副总 他熟悉全球营销和大陆市场的环境 这正好是宏基目前急需补强的能力 来自台湾的年轻人 竟然在intel这个公司能够把那些劳媒造得住 而且下面有以前五个是以前他的老板 终于找到接班人施政荣好心情藏不住 但陈君胜也知道自己面临的环境绝对不简单 第三次再造的宏基 2013年全年营收为3600多亿 这个数字比2012年衰退16.2% 据NB大厂衰退幅度之冠 陈君胜秀出前老板给他的鼓励 翻成中文就是乐观是最有竞争力的优势 推损的宏基把起死回生的关键压在自建云 老牌硬体公司要靠软体再造品牌 能不能擦亮老招牌 外界等着看 云林斗六是全国茂谷干最大的产地 那在今年因为天气少冷少雨 所以茂谷的品质就比以往更好 平均甜度达到14度以上 价格波动不大 物联价美 那么也因此让许多的民众大量购买 作为年节的最佳伴手礼 走进果园一大片的果树上挂着黄沉沉的茂谷 农民忙进忙出了采收 准备在过年前供应给消费者 云林斗六因为地理环境 加上土质以及浊水溪的灌溉 出产的茂谷品质堪称全国第一 而今年因为气候稳定 茂谷不但皮薄多汁 甜度更平均都达到了14度以上 年均20度左右地区适合它成长 因为外形扁圆状 颜色金黄中带点红润 产其又在过年前 许多消费者都买来作为年节送礼的水果 而来到云林还可以看看果农亲自示范 正确的吃法 把这个心跟纸咬掉 心是生生 脂是苦苦 剩下来就是纯的果肉 这种果肉来吃就很舒服 口感就很爽口 今年的茂谷收成很好 价格到过年前也还算稳定 如果想要选择台湾出产的优质水果 茂谷一定是消费者不错的选择 记者朱显明 于林采访报导 广亚洲回来财经旺交点的单元 来看农历新年即将要到来 年菜怎么吃才会健康不发胖 再待会邀请营养师谢怡邦 为您做生理分析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交点 农历春节就要到了 当然很多的业者纷纷来争抢 这个年货的商机 不过婆婆妈妈现在是非常的伤脑筋 因为光是要准备年菜料理 真的是需要花点时间 花点心力的 尤其像日前我们看到 一连串的食安危机 弄得大家都很怕 到底这个食材怎么选 才不会让家人一不小心 可能就吃尽了毒物呢 而且怎么吃 才不会吃尽太多的脂肪 我们看到很多的经典年菜 里面都很油 所以这个过完年 可能一吃了之后 自己都胖了一大圈了 非常的头痛 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的 专业营养师 谢怡芳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再跟大家好好聊聊 怎么吃年菜 欢迎怡芳 郁芊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过年的期间 一定都是大鱼大肉 少不了的 那么当然这个样子的吃法 恐怕在饮食上面 不但是难以均衡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年菜又油 热量又高 那偏偏大家就是要一起吃 人多一吃的时候就觉得好好吃 越吃就越多了 那平常呢 甚至我们很少吃零食的 在这个时候 可能也是一边看电视 聊天嗑瓜子 所以几天放假下来 你真的是不胖也很难 我想先请教一下 宜芳 因为呢 这个以经典的年菜来讲 我们零食待会说 经典的年菜来说 你看少不了东坡肉 或者是什么富贵蹄庞 还有像这个 我们台湾人好爱吃 那个佛跳墙 对不对 但是这个里面 其实好像热量都很高 对 其实佛跳墙热量相当恐怖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有几样东西 叫做地雷食物 譬如说芋头 芋头一定要炸过才好吃 排骨一定要炸过才好吃 所以放在里面 一定热量非常高 所以佛跳墙 其实是热量很高 而且汤头有时候 有勾芡的感觉 那个热量更是恐怖 就是只要吃起来 是勾勾的那一类的羹 什么佛跳墙这种特别热量就是高 热量高 有些是 譬如说前菜里面有羹 那羹其实也是热量很高 而且那些羹 其实我说 当它冷冻之后 还是勾勾 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怎么说呢 因为你一定加些某些化质淀粉 它才会放冷 才会那么勾勾 浓稠 浓稠 对 其实那个是比较不健康 所以尽量看那些羹类的东西 尽量不要买那一些 当然还有说我们说蹄膀 蹄膀像是冬坡肉 一定有对不对 东坡肉一定三层肉 而且一定要说 那肥肉入口即化才好 可是那个就是油 就是容易发胖 对 然后有些可能是 有些是譬如说红烧狮子头 对 真的红烧狮子 很多的瘦肉 大家不爱吃 一定要肥跟瘦 混一半 那个味道才好 所以大家一定吃个红烧狮子头 那也是会变肥 对 而且像这个宜芳 我们知道像有那外省狮子头的做法 它里面其实还放一点点糯米 是 加在里面以后才会更好吃 更年稠 对不对 那种是不是就热量又更高 对 因为有糯米关系 其实像我们自己 在大量做狮子头的时候 如果比较健康的做法 其实一些外省贝贝都教我们 他们是其实用那个绞肉 加肥肉 加蹄器 加什么 其实加面包粉 面包粉 对 它其实加起来 你感觉上比较松 因为你真的肉的话 那个硬度太硬的不好吃 那狮子头一定要过炸 没有过炸之后 那等一下会散开又不好吃 是 所以其实都是一个热量 滚在那边的 所以像这种类似这样的年菜 好像你不吃 又觉得不像过年 对 虽然其实 平常没过年的时候 也常常可能吃得到狮子头 但是它就是要硬紧 所以一定要吃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比方说 我是不是可能 吃下一颗狮子头 可能就等于吃了多少的饭 差不多 这个热量大概是怎么估算呢 那个差不多 狮子头像外面一颗 那么大颗的狮子头的话 那算起来的话 半碗饭绝对 不止可能到一碗饭 如果里面肥肉多的话 一碗饭是绝对跑不掉的 那当蹄膀的话 那根本不用讲的 一百公克的肥肉 大概是等于将近一碗半的饭 所以一百公克肥肉不多 一百公克肥肉 大概我们碗的三分之一 就差不多了 所以相当恐怖 那有的时候 你这个东坡肉 可能吃个两块下去 不就差不多 其实就爆表 因为它最主要肥肉很多 所以其实是爆表 所以其实我们吃 其实我常常教人家 我们吃饭 其实我们吃年菜 大家看到好吃东西 大家想吃 可是我们吃的顺序很重要 我们吃对顺序的话 其实是不容易发胖的 就像我们去吃喜酒的话 我们有很多顺序 只要吃对顺序的话 其实你可以吃得很健康 怎么吃呢 顺序要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一桌菜里面 我们可能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东坡肉 东坡肉旁边一定放什么 可能有人放些绿花菜 有些西兰菜 那有些人放些青江菜 那如果说 我们今天吃佛吊墙 下面不是有笋 我们今天红烧四指头 下面是有白菜 像我自己的话 我一定会先 我先从青菜开始做起 红烧四指头 因为里面大白菜 其实是最软嫩的 那我们第一口吃在我胃里的东西 香比较软嫩 比较不会伤胃 所以我一定先吃 红烧四指头里面大白菜 但因为大白菜非常好吃 我可能会吃一碗到 半碗到一碗 吃完之后呢 我接下来吃个西兰花 就是所谓的绿花菜 绿花菜吃完之后呢 我接下来呢 我再看看其他有什么青菜 青江菜我会吃下去 我大概会把青菜吃一碗到两碗左右 觉得差不多之后呢 我接下来再吃其他东西 那接下来我吃什么东西 我吃海产类 因为海产类通常就是年夜饭不带放 所以我们最好年夜饭那边呢 尽量能够把海产类多吃一点点 因为它可能到第二天就不新鲜的 那有虾子我就吃虾子 有螃蟹就吃螃蟹 因为那些都是算热量很低的 那接下来呢我吃鱼 鱼一定要吃一点点 有意思意思到 所以就是说再吃点鱼 像这些热量很低的话 我大概顶多吃个半碗 吃完之后呢 觉得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 边吃边聊的时候 我就平民喝汤 因为你在喝汤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不会发胖的 广东人都是先喝汤 然后才开始吃菜吃饭 所以就是等于是先把这个胃 给撑到 撑到一个程度 有点饱足感了 再加上因为我们先吃纤维质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油脂的吸收 就不会那么好了 因为纤维质它本身会把油脂 稍微包住之后呢 没有办法吸收 会排出体外 所以就是一个小秘诀之后呢 事实上我们胆过去不会吸收太多 是 像其实真的像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非常喜欢吃虾 是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一方 像平常我们这种白虾 因为有的大有的小 这实在太难讲了 如果像这种一般大小的白虾的话 大概要吃多少才不算是过量呢 其实一份的话大概有十只左右 等于是等于是 我们算一天 一餐要吃两份到三份肉类嘛 是 所以我们大概吃十只 是不会过量的 其实它算热量很低 那如果很大的话 可能就七八只 因为它算是 其实虾子算热量很低的话 大家担心胆过醇 就是你上面那虾头不要吃 就还好 对虾头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它热量其实非常低的 是 所以重点就是先吃青菜 然后再吃海鲜 然后最后再吃肉类 对 然后中间可以先喝一点汤 对 边聊天边喝汤 那有点下酒菜的时候呢 喝汤的话 可以让酒精代谢更快一点点 是 因为热的话 本身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循环 其实有帮助的 喝个热汤也帮助 是 而且尽量不要喝太过于浓稠的汤 是的 如果真的是佛跳墙又非吃不可的话 大概一碗OK吧 佛跳墙我是建议大家先把 当然大家认为说芋头很好 很好吃 可是芋头是发胖的元凶 所以如果是我自己 我会先把芋头挑起来 那汤就不会那么浓足 不会那么可怕 所以呢 可能就是说 像佛跳墙的话 大概都是先吃它里面的菜或汤 然后再吃其他 那佛跳墙真的好的佛跳墙的话 它汤汁应该不是浓稠的 因为浓稠勾芡的话 表示说 师傅便没有到位 真的到位的话 直接用料的话 它本身浓稠 那才是好的 表示说里面有了很多鱼皮啦 或其他自己胶子产生出来 那才是好的汤 是 那一方我再继续请教 像我们刚刚在讲到 就是说 你一方会吃到这个年菜 一方面呢 其实在饭后会吃到甜品 甚至也会吃到一些零食 我们如果讲零食好了 哇那真的是 很多人就是喜欢 一边刻着瓜子 一边就开始在聊天 看电视 我请教您 这个临时的这个热量 我听到有些 其实是比我们想象预期的 都还要来的高很多 非常的惊人 你可以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吗 对 好 我们先举这个例子 大家看这张图表之后 可能会让你们吓一跳 像牛嘎糖的话 三颗是200卡 你要看牛嘎糖里面包什么 是包花生 还是包夏威夷豆 还是包核桃 因为不同的 其实不同的坚果 热量不一样 你刚刚讲的 这三样不是都很高 对 夏威夷豆应该是第一名 花生 还有杏仁豆 可能还好一点点 对 是 那牛肉干呢 当然热量 也是非常非常恐怖 那牛肉干的话呢 你看它这边 大概50公克 只有161大卡 其实牛肉干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真正牛肉干 其实不多 那可能有其他肉 跟牛肉混在一起 那才是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牛肉比较贵 那因为牛肉干本身也比较咸 那里面可能就是 那海浪比较多 牛肉干虽然好吃 可是我其实觉得 牛肉干很多女生吃完之后 容易水肿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女生一旦水肿之后 皱纹就容易产生出来 所以女生要吃牛肉干 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可能吃完之后 就吐不出来 现在很流行吃那种 薄薄脆脆的纸肉片 什么猪肉片 什么那一类 对不对 因为那个东西好吃 你因为要加杏仁豆 所以就比牛肉干更恐怖 那个更可怕 更可怕 而且你吃了之后 你根本不需要 什么样停下来 没办法 吃了会刷牙 所以那个稍微要 还是要节制一下下 但其他一些坚果类 其实热量是蛮高的 如果你真的要吃坚果类 我是建议大家 不要吃太咸的 因为有些可能 会加一些胡椒粉 或加盐 因为盐本身 会让我们水分排不出去 其实是比较担心的 对对对 所以还是吃原味的 是原味最好 比较好 对才能吃到它的好处 当然大家很应景一个叫玛瑙 玛瑙其实很恐怖 其实最可怕的是 玛瑙三种 米瑙 花生瑙 跟芝麻瑙 其中芝麻瑙热量 非常非常的高 是第一名 你可能一百公克里面 大概有五六百大卡 因为稍微看一下 可能就是一条的话 像这边虽然写的很少 对 那其实我有估算过 如果说真的是那个 比较大条一点点 是用麻 就是芝麻去做的话 可能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卡 是跑不掉的 所以就是吃这样子一个 一个 就是吃两个就等一碗饭 哇 是非常恐怖的 因为真的好吃的话 老店做好吃的话 一定要过炸 油一定要够多 而且里面就是 才香 而且里面要裹那个 那个所谓的叫做麦芽 麦芽要裹得厚 然后芝麻要炒得香 所以才会好吃 所以只要老店手工好吃的话 一定热量非常高 哇 不得了 然后那更不用讲 还有什么 鱿鱼丝 鱿鱼丝 这一类的东西 这些其实吃下去也很开关 其实鱿鱼丝我比较怕就是 因为鱿鱼丝其实很多都是漂白的 可能防腐剂含量比较多 所以我不太正常吃太多的鱿鱼丝 因为它有些东西的话 可能那些防腐剂的话 可能对孩子而言的话 像如果家里有些小朋友的话 我是建议不要吃像这种鱿鱼丝那些 像类似这种这种灵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灵嘴的话有些会引起身体一些过敏反应 那些过敏反应的话会到脑部 脑部一旦过敏之后呢 会对脑部产生永久性的伤害 所以我是觉得说 爸妈在挑灵嘴的时候呢 给孩子吃灵嘴 尽量不要挑选防腐剂的 像有些色素跟防腐剂的尽量不要 所以比较 像比较起来的话 像玛瑙还是比较安全一点点 像牛嘎糖也比较安全一点点 可是现在年货大街好多 这些什么香香的鱿鱼片 鱿鱼丝 或者是像那种 什么把鱼把它烤成像小小的这种 小灵嘴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你只要一下子这样飘过来 这个香气 大概就冻不掉了 你会发觉年货大街可以放那么久 然后那么大袋放在那边 好像都不会坏 所以还是要担心这个防腐剂的问题 其实就是还是小包装比较安全 可是我怕这样讲之后 我去年货大街 大家都不看我了 是 不过呢 这个吃的健康 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像刚才我们听到 其实这个零食也非常的恐怖 那像年糕呢 年糕其实也很恐怖 年糕的话 其实就是跟饭一样 它热量很高 因为好吃的年糕的话 你看哪种年糕 因为好吃的年糕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 一定要裹面粉去炸才好吃 对啊 你大概两块年糕就等于差一碗饭 因为最主要是为什么 它是叫高升糖指数 高升糖指数 你吃完之后呢 很容易让你血糖上升 一旦上升之后 特别容易变肥肉 所以其实年糕要吃的话 像红豆年糕 我是建议大家怎么吃法呢 就是说你把它切薄片之后 用烤箱烤 不然你就用一般所谓的干锅去煎 干锅譬如说像一些不沾锅 不要裹面粉 不要裹面粉 干锅去煎 那要不要放点油什么的 都不用 如果你真的干锅 如果像那个不沾锅的话 如果你担心沾锅的话 你可以在锅里面 先抹一点点油 可是我是觉得像不沾锅就可以 你用小火慢慢烤 烤烤 它其实就是会软 那我就用烤箱是最安全 因为烤完之后呢 它其实它本身就会 怎么讲 它就软软的 就类似我们像吃日本的 那个麻糬的感觉一样 我们去烤来吃就好了 对 我们其实也吃过 在这种餐厅里面 他们也有类似像这种烤麻薯 对 烤麻薯 而且它烤完之后 那感觉其实是蛮好的 而且脆的感觉 所以不一定要用我们传统方式炸 因为炸实在热量很高 有耶 而且很多妈妈不是只有裹面粉 还再加一点蛋皮 对 蛋皮面粉 然后里面加花生粉 然后酸菜 对 混在一起 然后卷一卷 说好好吃 吃完之后药就变粗了 药就变粗了 对 所以等一下 我们要再提取请教一下 这个宜芳 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春节期间 不至于吃得太多 吃得太胖之外 同时如果你真的 还是胖了一圈 怎么样有效地减重 另外还有 在烹调料理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吃到 好吃的健康年菜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它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焦点 在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是 经典年菜 还有年货大街 你所看到的这些美味的零嘴 究竟要怎么样吃 才不发胖 那么继续我们来请教这个专业的营养师 谢宜芳 宜芳刚刚刚其实跟我们聊了很多 其实你光是这一顿年夜饭的 这个吃的先后顺序 其实这是第一关 对 那在此外呢 其实大概也要稍微心里有个数 就是说大概几颗糖 或者是一份这个什么样子的小零食 那么可能大概是多大的热量 多高的热量 好 那么回过头来 刚刚我们在讲 其实年菜实在是准备的 往往都会比较多 你大概这一顿也吃不完 所以可能就摆冰箱了 摆冰箱以后再拿出来再吃 第一个这个里面营养的问题 有没有所谓的流失或者是变质 这很多婆婆妈妈其实都会蛮怕的 再者就是说 那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再端出来 然后又是一道好菜 而且是健康的好菜呢 我们先说好了 那个肌肉一定会有对不对 那肌肉我建议婆婆妈妈们 如果说吃不完肌肉 先把肌皮去掉 肌皮另外处理 那肌肉的话呢 把它拔成丝之后呢 把骨头先去 骨头再另外分装 然后肌肉的话呢拔成丝 可以做一些凉拌的料理 那其实凉拌料理 如果你要做之前的话 你可以譬如说 你先稍微汆烫之后呢 或稍微再煮过之后 或是说你用干锅先炒过之后呢 你可以加什么 你可以加一些譬如说 像白木耳啊黑木耳啊 或小黄瓜啦 可以做一些凉拌的料理 其实味道就很好了 那你可以加什么 其实最简单的酱料 其实只要有一点点葱姜蒜 再一点点酱油 味道就已经OK了 那当然肌肉已经解决掉 那至于肌皮的部分呢 我是姐姐婆婆妈 如果真的很舍不得的话 没关系 肌皮拿去炸成油 那以后再慢慢煮 那这剩下骨头的话 没关系 接下来是熬个减肥汤 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 减肥当中 如果汤不好喝的话 其实也蛮难过的 那那肌骨头的话 你可以慢慢熬 熬成一些就是高汤 然后加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说 我们很多年菜 剩下年菜还可以再变化 那肌骨头之后 还有佛跳墙的汤头 对不对 那可能还有其他鸡汤的汤头 没有关系 全部去熬的高汤之后呢 加什么 加白萝卜 加姜 我非常建议我们多加点姜 因为我发觉台湾的女生 其实普遍夏天爱出冷气 所以到冬天的时候 身体就湿答答的 寒气很重 寒气重的话 其实一旦寒气重的话 减重就不容易 加上很多女生爱吃咸的 爱吃甜的 爱吃蛋糕 所以寒气淤更厉害 所以这时候呢 为什么吃蛋糕身体有寒气啊 我们先讲吃蛋糕最主要会产生淤 我们讲这个概念 因为蛋糕是甜的东西 甜的东西会让血糖快速上升 快速上升之后呢 我们身体会产生糖化蛋白质 这糖化蛋白质有个色 其实就会让我们 胰岛素阻抗性增加 所以爱吃蛋糕女生 你看大部分都白白的 静静的胖胖的 全身泡泡种种的 大部分这个体质 就是因为里面糖化 就是怎么讲 就糖化蛋白太多 像一些糖尿病的女生 你看一看就知道 那胖胖的 就是那个糖尿病女生的体质 所以爱吃甜的话 她的其实身材的特色 跟她的体质特色 就会展现出来 像那种女生 其实当然要进吃蛋糕 接下来呢 可能就多吃点姜 把身体寒气排出去 因为当你身体寒气排出去的话 其实你减重比较能够成功 因为有时候身体太湿的话 就是为什么 东方女生吃沙拉不会瘦 可是西方女生吃沙拉会瘦 其实基本上就是 从小的体质养成期 因为西方体质可能比较糟 那东方女生呢 因为从小就是穿的比较多 所以体质比较寒 所以两个其实体质不一样 减肥效果也不一样 对 而且其实也牵扯到 所谓的这个 新陈代谢的速度 因为像其实我们在想 你在过年的时候 常常会熬夜 要不是熬夜看电视 要不就是什么 打卫生麻将 或者呢 就是大家就是 很难得可以聚在一起 所以可能就是 睡的时间相对比较晚 这个生活的作息 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代谢的速度 是 没错 为什么会影响代谢速度 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呢 尤其熬夜的时候 身体其实会分一个荷尔蒙 那荷尔蒙就像 类似我们吃的所谓的 肋固醇的荷尔蒙一样 那种就是喜欢上夜店女生呢 其实身体那个叫做 颗粒松含量比较多 含量比较多 脂肪就会堆积 堆积在哪里 其实堆积在肚子 堆积在 堆积在下半身 对 然后就是背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喜欢去夜店女生 她特色就是四肢都瘦瘦的 可是肚子都肥肥的 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应该喜欢去夜店的 或喜欢喝酒女生 其实样子就差不多会出来了 就皮肤泡泡的不漂亮 所以连喝酒也会 喝酒也是 对 熬夜也是 所以其实熬夜对身体 是非常非常伤的 所以其实这个还要有正常的作息 来配合才是 否则的话 说什么要减重 恐怕往往会 事倍功半 所以怎么样能够 事半功倍的有效减重 我继续来请教一下 宜芳好不好 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说 吃一些所谓的天然能够 帮助我们新陈代谢的一些食材 譬如说像咖喱 咖喱里里面本身就有很多新香料 这些新香料能够帮助我们体内的能量代谢 也就是细胞里面能量代谢 速度更快一点 再来就是姜也是个很好的东西 譬如说白萝卜煮姜汤也是可以 那再来就是我们多吃一些 含十字花科的食物 因为十字花科食物有个特色 能够帮助肝脏解毒 有时候肝脏没有解毒的时候 事实上那个 事实上淤才会胖 所以当我们肝脏解毒解干净之后 身体毒素少的时候 事实上女生是比较能够 减重减成功 包括男生也是一样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 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食物 譬如说像我们过年的时候 一定有常年菜 那常年菜本身也 大介菜也是算十字花科 大家可以多吃些常年菜 可以吃白萝卜也好 然后绿花菜白花菜 像这些多吃都没有关系 甚至高丽菜这些都没有关系 甚至一碗两碗三碗吃 就是每次吃完就是一两碗 每次吃饭先吃一两碗菜 再吃其他东西 那特别注意就 因为过年一定会发胖 那要减重要秤快 绝对不能说到元宵节再减重 那一定没有办法成功的 只要你一点点肥肉 你要赶快把它削掉 为什么 因为刚开始堆积的脂肪 是比较松散的 那时候削是最快的 那基本上我建议大家 晚餐吃餐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开始减重的话 晚上千万不要再吃 这边所有的零嘴 那零嘴要是可以 那一定要是下午时候吃 为什么 因为人的新陈代谢到下午的时候 血糖都会有点点会下降 那下降的时候 你吃零嘴是你可以把它代谢掉 可是你如果到晚上吃 这些零嘴的话呢 你可能就很容易 就是会让我们身体的荷尔蒙 譬如胰岛素分泌比较多的时候 它就会让脂肪堆积更快 所以你要减重 那给我成章中零嘴 晚上大概可能六点以后 就不要再吃零嘴 千万不要边打牌 边吃零嘴 那是非常坏的习惯 而且有的人其实就是像晚上的时候 他就干脆一餐不吃 这样好不好啊 一餐不吃 一餐不吃 如果说一餐不吃 他可以耐到第二天的话 那是很OK 但是有通常很多人 其实我们自己做临床 卫教的时候 我们知道 晚餐不吃到晚上到十二点的时候 很难过的时候 一吃就整个都毁掉了 所以我那一刻说 你晚上吃 但是就是你吃的时候 跟就是说 让你睡前的时候 不会 至少你要 就吃到睡前 至少有三个小时的空间 会比较好一点点 当你有三个小时 至少可以代谢掉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乱吃的话 我记得你稍微运动一下下 因为运动之后 你刚才摄取能量之后 他会把它动到全身循环当中 让细胞去氧化掉 至少不要让肝脏 存在你的腹部旁边脂肪 因为有时候你晚上 就是你可能有时候睡前吃 那一吃完之后 那这些东西变成能量 他到肝脏之后 肝脏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堆 就干脆堆到肚子里面 所以为什么吃宵夜 女生会胖肚子 就是这个道理 确实是如此 不过像我有朋友 就是一个算是美食达人 他也写部落格 然后写很多这些文章 因为有很多的店家 就会邀请他去试吃 所以他就越吃 后来就越胖 结果这个男生 他非常非常的勤奋的 去健身中心去减重 可是后来发现 好像效果有限 后来宜芳你知道他怎么办 他就是干脆 他这个晚餐 他就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只吃一颗苹果 然后到后来 他实在是也受不了了 他就吃那种直销商 他们都会有一些 所谓的健康 代餐这类的东西 那他就稍微觉得 比较有满足感 但是他还是觉得 很不OK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喜欢吃美食的人 但是最起码 他就是靠着这种恒心 而且他不喝拿铁的咖啡 他就喝黑咖啡 结果还真的有效的 有减重 一个礼拜 好像也瘦了有两公斤吧 一两公斤 然后至少这个 我看好像 就是说其实像这种东西 真是事在人为 就是说你一定要 一方面要忌口 然后二方面 其实真的要减量 对 然后要配合一些运动 其实这样比较健康 是 我是 他当然要吃那些代餐 可是像我都不吃代餐 我也是一个 很减肥的小pepper 晚上不要吃淀粉类的东西 那其实淀粉类有什么东西呢 大家认为是只有饭 其实不止 米去做的 面粉去做的 地瓜也是饭 马铃薯也是饭 玉米也是饭 菱角也是饭 然后红豆绿豆汤也是饭 所以那些东西 你都记掉之后 其实我觉得晚上最简单 就是你吃青菜 而且这种就是 绿色的青菜多吃一点 因为绿色青菜 能够帮助我们身体解毒 那吃绿色青菜 然后接下来就很简单 吃高蛋白的食物 就是你吃海鲜 这样就好了 其他都不吃 事实上这种减重效果 是最好用的 以防一点的时间 我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 做这些料理的时候 调味料一定必须 但市面上有很多的人工调味料 我们自己会觉得 不是那么的安全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 所谓的比较天然的食材 所做出来的自制的调味料 那您的经验 是不是分享给大家 像我自己很喜欢做香菇粉 那香菇粉很简单 我们台湾有很好的香菇 那我香菇用刷子 先把它刷干净 把灰尘脏的东西刷完之后呢 我把它掰成小块之后 放在咖啡磨豆腐 把磨成咖 那个就是香菇粉 那就是天然香菇粉 我用这种方式去做菜 等于我不添加其他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高汤 有时候用味精 用其他东西 其实对身体来说 可能就负担比较大 那甚至市售的一些 所谓高线调味料 你也不知道 里面含什么东西 但是我自己做香菇粉的话呢 可是就是又很健康 那味道又很甘甜 就我眼睛也看得到 我看得到 我知道我食材是安全的 其实非常容易做 那也可以用海带 用海带做海带粉 那也是一样也很好做 海带粉怎么做 海带一样干海带 也是一样把它剪成小块 也是咖啡磨豆腐把磨 那因为可能海带有点缺点 有时候含水分多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烤箱烤一下 把它烤酥脆 然后再去磨 一样可以做海带粉 其实非常容易 那这个会有咸味吗 他说你另外还是要加一点盐 否则 它们吃起来好像很清淡 香菇粉本身是没有咸味 那海带粉是有一点点 那基本上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 就是说我们一到 就是一餐下来的话 有些东西不要加调味料 有些要加调味料 这样才不会高 所以是那吃太多 那当然说我们香菇粉 当然也可以放点盐巴 混在一起 其实两个味道就已经 只要有干味又有咸味 其实是OK的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 尽量不要加 像我自己本身做菜 我通常都不加盐巴 因为我觉得天然食材的盐味 就够了 其实你要适应你的味觉之后 你其实不加盐巴 也是很好吃 是 有 坐在我对面的同事 他就是这个 喝汤的时候 他就是都不加盐的 他说其实这样就有 天然食材的味道 他觉得其实是非常的鲜美 好的食材不用调味 只有不好的食材 才要调味 要记得这一点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营养师谢宜芳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健康的料理的小秘诀 广告之后回来 今日我最赚这个单元 我们则是要来看看 上班族要开发事业第二春 结果下班之后 去努力进修学习吹气球 一个月赚尽 最多到15万元台币 怎么赚呢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的 今日我最赚 下班后的三小时 其实是可以善加利用的 我们来看看这三位上班族 在下班了以后 他们去上课 进修学习如何折气球 这一学学出了兴趣 不但出国比赛得奖 甚至利用业余的时间 接尾牙或是婚礼的案子 也成了业外的收入一大来源 一个月可以赚尽12到15万元 气球一颗借着一颗 灌气灌饱饱 双手就这样一扭一转 小气球们就组成了一朵 五颜六色的大花 还有这漏色长条气球 转转转居然就成了个 Q版的脚底板 它是阿翔 平常的工作是旅游领队 不过一下班 那些气球它可是有快手之称 不到15分钟 一个娃娃的身形就出现了 拿起画笔对照平面图 完全不用打草稿 它是阿元 政治工作是在殡葬业 当着设计美编人员 相同的爱好也发挥在气球上 编绘Q版的人偶公仔 特别的逼真 叫这个旺仔娃娃画笔一点 立刻现身 就在旅游业服务这样子 那你呢 我是从事殡葬业的设计 还有在这 对然后就是利用空闲时间及假日时间 同样热爱气球的Rick 即使是在物流工作财务部门上班 和阿元以及阿翔一样 是利用下班时间进修 这才发现自己堆气球居然格外有天分 大型尾牙会是活动 组装排列装饰 就成了它的拿手专长 有时间那工作之余 可以创造一些 一些比较额外的收入 三个人原本是搭不上线的上班族 因为下班进修 意外发现人生的第二春 三个人最近年终尾牙场子多 已经让他们休息时间全满 平均一个月 可以额外再赚进12到15万 三个人用小气球也吹大了 开店梦 记者林鑫的李英伟 台北采访不到 在台湾有很多的日式猪排店 那么各家都有各家的招牌特色 有的是主打肉质 要求必须是里肌肉的前三分之一段 才够嫩 或者一定要选一只猪 只有两块的腰内肉 而有的是选择走创意路线 日式猪排搭配西式的cheese 或者是蔬菜一起炸 那么也因为看好每年产值 都可以成长25% 连艺人阿雅还有李延瑾 都自己开店 大抢日式猪排商机 肥滋滋的炸猪排炸得金黄酥脆 严格挑选猪里肌肉前三分之一段 强调这样的肉质才够鲜嫩 一切开卡丝卡丝的声音光听 就让人流口水 但这不只是一般的猪排 里头还包了浓浓的cheese 和爽口乳笋 让口感更丰富 这间主打六种完全不同的 创意猪排料理 老板就是艺人阿雅 看好日式猪排商机 在台湾每年能成长25% 大概有六成左右的客人 其实都会点猪排 一切开班尼迪克蛋 铜龙蛋黄流出 加上猪排一起吃 日式和西式结合 口感独特 还有这款浓稠的切打起似 直接铺在现炸猪排上 猪排面移的酥脆口感 搭配浓浓起司香 格外诱人 这是艺人李严谨 筹资六百万开的 创意猪排店 这个菜的话 就是妻子酱 还有猪排酱 两个都会用 连艺人都看好 台湾人迷恋日式猪排 一年光市场产值 就高达25到30亿台币 加猪排强调肉质 要求里肌肉 最嫩的前三分之一段 有的坚持只选一只猪 只有两块的腰内肉 或是从创意下手 包起司包火腿蔬菜 或是沾将大作文章 都成了猪排大战 市场竞争 抢商机的另类手法 记者吃草派林英杰 张哲如 洪西宇台北报导 谢谢您收看 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琴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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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